开始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Compersive Function OK,我们讲到Compersive Function So,ABCD讲完两话,主要就想告诉大家就是 FG跟GF,FG这些就是个别的Function 它们是不同的Function,但是当然FG是什么意思 跟GF有什么意思,然后它的差别要回到 FG就是先走G,再走F GF就调转咯 就是总之靠近X来得先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好,然后FGX可以把它当成是 就像我讲咯,可以把它当成是FunctionF,然后Object是GX 你可以这样子来想,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是FG FG是一个Function,然后XObject也是OK OK啊,这是对于Compersive这个符号你要去 Get到的D,最重要的东西啦 然后就因为讲到就是F平方是什么意思啊,F离方是什么意思啊 OK OK 所以,所以这个Example3,基本上我们是做完了的 那甚至要最后一个Calculate the value of X Such that X等于GFX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造Dive 啊,所以我们有GFX好吗 OK X等于GFX 然后就找X吧,就这样吧 好 然后就把它算出来 然后就把它算出来 所以X等于4分之1 O X等于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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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呢,其实就在边放这个例子来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就是那些Compersive跟Inverse的一些 呃,概念之间啊,他们是可以用来用去,用来用去这样子的假,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哦,这题啊 X等于GFX啊,你可以怎样去变化他呢,刚才我讲嘛,这个 呃,fx啊,可以fx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object来看,然后G是那个function啊 所以你的下一行可以做什么变化呢,你可以这样子来想,就是,哦,fx的object啊,所以我知道inverse 等于fx 等于fx 可以接到那个,呃,关系嘛,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当作object,你可以以G作为function,这个f当作object 然后这个是image 然后Ginverse会讲,Ginverse会把object跟image对讲嘛,所以fx就变成image了,然后这个x就变成 你可以这样子去变化了,然后做出来答案也是一样的,这个Ginverse x我们有找到吗,是x分之二 然后fx的题目给的,2x-3 然后一样哦,所以你就会做做做做一样的反 对吧 你,你还可以这样变化了这个x等于GFX 你可以把GF当作一个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变化,GF的inverse x 等于x也可以 就看你有什么啊,就是假如我给你这一行建,你找X给你 第一行的东西建,你找X啊,你的下一行可以讲变化,其实是前变化的话的 可是我们就要去观察,诶,题目给我们有什么条件 然后去 活用它 不要很死板的觉得哦,他就是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就是很活的东西,inverse x 当然,活的意思就是它会乱啊 啊 很容易乱,但是就我就觉得一开始去慢慢去熟悉它,但我没有要你一刻明白了,那就是 你看得懂,但是你看得懂,然后过后你做CTI什么,你可以活用它,那就最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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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OK 这样就这样子 所以先但是就这样子理解 就是inverse跟compositor的一个 胡同 就是一些同样的类似的问题 就是一些compositor的概念 这个跟我们之前有点像 就是他去找hish跟k的 他要找一些位置数在里面的 他给你fx等于hx加k 给你gx等于x加1的完全平方加4 然后给你fgx加东西 然后给你fine的代表ofg平方2 首先我们先找hx先 等着去找hx不难 g平方2什么意思应该都会了 就是走两次g的一次 ok 走两次g的意思 so第一个走第一次g的时候就变成 2加1的平方加4 也就是sine平方是9 9加413 就是g13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再走多一次就变成13加1的平方加4 ok so 14的平方是196了 然后再加4就200了 然后再加4 2 3 5 5 5 像我们要找hx k so hx k的话就跟fx有关了 那你看这个题目 他给你fx给你gx 给你fx 所以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从fx这个做起 ok 然后根据题目呢 gx是x下一的完全平方加4 ok 所以我可以把它当真这样子来看到就是我先走g 这个function变成x下一的完全平方加4过后 然后 我现在把这个整个 当做是一个object来看吗 这个红色框切的 然后走f就变成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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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吧 你把它当成一个object icon 所以这东西你把它展开 就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这问题是大家可能看到题目跟我讲下手 就这种就是要怎样做即是要怎样做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看 呃题目 就是 就是 lain 只能是靠链 反正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跟之前一样啊 好像之前不是我们有做过那种 给你f 给你f 然后叫你找一些位置数呢 copy compare reason 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给你f 给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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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我可以从f跟g 找f 去出来 就像现在 做事情 我从f 还有g 找f 他support这个我现在找的fg 跟题目给的fg要一样的嘛 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compare reason f 下 ok so 一个是我自己找的fg 我利用fg 找出了fg 另外一个是题目给的fg 他们两个一模一样嘛 不然 这个fg就不是一个固有的方圈啊 对吧 所以这个关系之前有讲过咯 其实这个关系叫横等的 就是你写等句我们也不会给你错啦 这就是三个横线的 比较正确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很等 就是因为很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by comparison 这个东西啊 一般上我们不用乱点 我们把这个by comparison 这样我们可以by comparison 就是h等于2 然后 c h h加k等于5 那因为h等于2嘛 所以b加k等于5 k等于复材 就是这样子 所以要看清楚题目给你怎么给你 好的 我可以让我们来找到这个 多个人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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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说是不是只要有等于就能算很等 不是 不是讲有等于就能算很等 只是说 这个情况是很等的 可是你写等于我们没有给你错 一般那一般你们看到的写等于的 不一定是很等的 不一定是很等的 好像你们那些解放程式 好像刚才那种 好像刚才文武不是有做过 我从2x平方减3x减2等于0 这个比较横等就叫 啊 OK 这个等于 好像就这边的等于 右边这个是 是方程式 方程式 OK 所以你们三角所学的所有公式 那个叫做横等式 可是你看那个公式用的就是等于的 不会特别写三个三个横限的 所以可以这样可以所以那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的 横等我们可以接受等于 可是等于不一定代表很等 一般你们看到等于通常都是方程式 那单公式那种就是很等式 没错这概念是没错的 这边为什么可以是很等啊 刚才我讲了就是一个是从 F等局找出来的 啊找出来的 FG一个是题目给的FG 这两个要一样的吗 所以就是很等 啊好像之前我们做过 Inverse啊 那时候 那时候也是有提出这个概念吗 就是一个是我从F 找到的FWars 一个是题目给的 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不然就没有意思了 啊那个情况我们就想是很等的 啊OK那逻辑就这样子走 可以吗这个 有问题还是要继续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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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x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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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等于hx加k 然后 x 平方是 4x加15 so you find the value of h k 啊 这个一样道理 一个是fx 然后一个是题目给的 有人问说 X带任何值都能成立的是横等 要找X的值的是房称啊 没有错 很等是你带X什么值都对的 那就是公司 那就很等是 要找X的值 然后还能平常你看到那种就是房称式 没错 看到还问的问题 看不到 没错 没有错 没有错 我看来这个X什么5 所以FxHx加K 一个是F平方X等于4X加5 所以简直是H分K 所以同样应该可以想象到就是 我这个F平方除了题目给之外 其实我可以自己去找 我自己去 OK我自己去找 就可以利用到这个H分K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是 Fx 所以FxHx加K 再来一次 加K 稍微整理一下展开 这个时候就会去比较这两个 因为一个是我题目给的 一个是我自己去找的 两个要一样 对所以 了解很冷也可以 一样 随同样 by comparison 可以去平方就等于4 然后可以去加K 就等于4 所以我们找到这两个关系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 H等于2 或者负2 或者负2 OK有两个答案 H等于2 或者负2 这时候你要待会进去找K的吗 因为有两个答案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跟别做 所以Brand H等于2 然后2K 加K 等于15 也就是3K等于15了 所以K等于5 H等于-2 那-2K 加K 等于15 所以这个K 会等于-15 所以这个K 会等于-15 就是H跟K 有两组答案 这样的感觉 可以 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你就可以了 就两组答案 25 跟-2 -15 我要讲好了 就是H等于2的时候K等于5 H等于2K等于5 OK 然后接下来是第1小题 他讲说 take H 大过0 so 因为大家会大过0吗 啊 那是第2小题吗 有人问就是H不叫大过0吗 呃 那是第2小题 所以我们第2小题才去做 他第1小题没有讲的 他第1小题没有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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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0就是啊 拿H等于2啦 OK H等于2 so H大于0 所以H等于2 那么跟他对应的就是K等于5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H等于2跟K等于5来做这个B小题 那so Find the value of x for which Fx平方等于7x OK so Fx平方 等于7x so Fx是 Hx加K 就是2x加5了 2x平方 加5 现在你object是x平方嘛 所以就跟2x平方加5 这应该问题不大 ok 走 把移箱一下 然后音试分解咯 大家一定要记长是去音试分解来课词看我 就是有些人想说哦他用计算机啊你要一样会中 可是说我不会给我帮你到你了 所以X等于2分之5 哦 X等于1 就这样子 然后可能你就稍微看一下啊听为什么限制啊没有一些限制啊没有那就 就OK他没有粉丝没有那种更好的东西 所以他就没什么限制了所以这个X都OK了1跟2分之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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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为什么 fx 平方为 2x 加5 刚才这个 因为不是 fx 平方为 2x 加5 是因为 fx 2x 加5 现在虚实跟 k 虚实 2x 5 可以消息用的 我感觉不是找到 然后 ht 都找两组答案 hs 2x 5 跟 hs 负 2x 5 然后 b 交替我们用 h 大过0 所以我们就用 h 等于 2k 等于 5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 根据题目的话 fx 等于 2x 加5 因为他讲 题目讲 fx hx 加 k 所以现在这个题目 B小弟只是讲说fx平方所以你的function是f 所以就跟f2没有关系 从f2开始 ok要注意看所以你要注意看那个function他现在用的方式是哪个有时候没看错 f2啊这种东西 容易看错 看所以fx2加5吗所以fx平方就是2x平方加5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一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是有些人可能不懂为什么我会是用2 ok ok 这下是example6 fx是讲说fx等于1加x除1加x 然后x不等于1 然后这里找f2,f3,f4出来 然后hands write down the general form for admin 这个的话其实算是 sbm跟通考都会 出现的题目 ok 算是刚才之前那些 什么12到 我一般上 sbm会比较 长纯那种 通考比较容易 这题就稍微有一点难度 ok sbm so sofx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就是走感车 对吧 大家应该都 get down 好 ok sofx就变成一加 首先x走过f 后走到第一次f就变成一加x除1加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so接下来的话 就变成 一加 你要知道我现在这个东西可能会看错 这个红色是object来的吗 所以还变成一加 这整个东西可以放进去 你可能大家看到这种 会有点 怀疑自己这样子 就是你们没有错 你们没有错 以往都是这样啊 真的 这样复杂 没有错 概念没有错 不管自己复杂 的话 概念没有错 就ok fx变成一加x除一加x 那么f的整个一加x除一加x的话 就变成这样东西 这是 这两个都是纯粹防圈包的概念包 纯粹防圈的概念包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so这个东西就 跟初中来反正是那个一样 然后之前我讲过了吗 有一个比较快的整理方式 就是上下乘 上下乘 可以乘一个一间来说 你刚好分布都是一间来说 哎就上下乘要乘一样的东西啊 要跟我乱来啊 上乘一个一间来 下面乘一家 上下乘一样东西 就你的值就不会变 然后稍微整 稍微整理一下 整到2 然后分布是 负2x 所以是负2x分之一 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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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这下我们要找F3 F4 可以试试看 给大家一个事情 开个头给大家 F3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 除了是走F3之外 可以把它想成是 走F跟F2 或者你可以讲是先走F再走F2 也是ok 看你喜欢啊 那种太大差别啊 就这样子 所以稍微试试 如果你F3 ok 就做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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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当然 你可以想 这个 你要做四次也是无所谓的 当然我肯定当然不会选这个 对吧 啊 还是有人选这个了 哇有这个不简单 所以这个来讲最简单应该是选中间这个 最简单的应该是这个 至今 是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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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最后你就会变成 首先右边那个楼梦是 1除 x分之1就是x了 1除 x分之1就是x 然后有个负完 所以要先是负x 然后负负的成就负x了 就这样子 可以吧 所以f2f3f4有平方f3平方f3四方f4四方有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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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没有意思的话我们继续 叫我们 write down the general form for and 啊 啊 这种题目呢就很通考啊来也蛮大考的啦 ok 就是 就是 要我们自己去推做fm 应该讲什么样子 推成一个一般式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啊啊通常这种题目呢我们就会做一个步骤 所以是把我们找到原始去稍微列出来 啊 顺着去列fx 1加 x 1加 1加 1 啊 啊 啊 f2 4 x 1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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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我们最希望说可以从里面发现一些发现一些规律 啊 就希望可以这个这个东西慢慢的所以大家去慢慢去有亏的事情 就我们希望可以在里面发现一些发现一些规律 其实你现在暂时还看不到吗 不 ok 如果你还看不到的话我们去做F5x 那F5x的话是我们F5其实就是F同给八强称是F4x F F4x 而因为F4x是x F5x 所以就等于Fx了 所以同理啊同理可真啊 F6x是不是 F5x 可以 可以 get down 这个 来路 这个 这个 有问题吗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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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所以 所以与此类特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F6 F6的部分 F6其实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F6的一样你可以把它想成是F4 就是F2F4这样子 F4x什么 就是因为像我们知道F4x变成F4x了过后 这个时候只要我配一张丝啊 它就变去原本 它就推丝这样子 我想说你要翅膀随便减丝啊 它一样东西要出来结果 一样道理啊所以F7x可以就等于F3x了 对吧 F8x就是F4x就是F4x 对吧 对吧你发现这个规律了 所以 我就可以依照这个规律去写了我们的FM 当然当然OK 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个是最 我个人觉得是最以来 你应该要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我现在讲了过后你可以明白的 四次来一次呢 像我们在写这个FM的时候 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懂 要这个FM要写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FM呢 其实我们对FM的要求啊 你可以写到越简单越好 越简化当然是越好 但是假设你现在看到这个四个 是重复的吗 已经观察到现在这个规律了 所以你在写这个FM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种p-strike function的写法去写 你可以用一种p-strike function的方式去写 就是说 FM呢 Fx啊 会等于Fx 就是 1加x 除1加x 什么情况 他会是1加x 除1加x 当你的n呢 是等于 1啊 5啊 9啊 在这个地方玩的 15啊 9啊 这有什么方式来表达 就是 4k加1 5 可以 可以 5 可以 可以 4 5 5 5 范围开始 K是整数 可是它包括零 整数 哪里包括 正整数 哪里包括 现在 把演组 这个 可以看 先往这个 咱看思维的假意 就刚才我讲了 你有发现的时候 我从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懂 思绪会重回 就是四个追重复一次 所以我们看他发现什么 5x会等于fx 以此类推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f9x f3x f7x 这些都会等于fx 对吧 对吧 所以159啊 159 这3 这7 这种数字啊 你要怎样去用 数学的方式表达 我们就用4k加1的表达 在表达 为什么 你看他是4的倍数 加1 像为什么会想到4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是4次重复 4次重复 所以你就想到哦 他一定是4的倍数 可能加1 可能加2 可能加3 啊 这个东西比较难一点 所以暂时不能买点 稍微get到的 可以写k属于在整数吗 就是想后面这个 有人问说可以写 ok 后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 是因为哦 k是从零开始的 如果你只是写属于整数啦 代表说你可以接受负 可是负其实是不可以接受的嘛 好像负1这样子 就是an等于负3 an等于负3 f-3 所以 所以我一阵子写 所以 这样 所以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就是x 就是负x分之1 所以同样道理啊 同样道理 什么情况的时候 他还等于负3 分之1 就是 2啊 4啊 2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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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啊 10啊 14啊 就是 k 加2 以此类推了 明白第一个0 后面那个就比较ok 有人想说 k的范围可以写完整数 w 可以 但是之前我讲过就是 就 有些国家他们的完整数公共完整数不可以 就他们没有完整数这个东西 可能讲自然数 就有些国家他们的自然数啊 大家都讲到这样复杂 就是美国跟中国啦 一个国 中国的自然数呢 是从一开始 那美国自然数是从零开始 那美国是有完整数的 所以 当然我们是看了动画来完整数的 所以描写也是ok 但是我不鼓励了 我们就是希望你这些这个 不然以后你看那些美国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当你习惯的完整数 是没有错的 是没有错的 这就是说不建议吧 ok 那这才第 三个啊 第三个就是 f3 负 然后n是等于 4k加3 所以k是属于 一样 这后面对 然后结果是 当然是4k eigentlich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发现还有四个就有规律了 这个是至少你要看得懂 然后你发现了四个有规律过后 你你你立刻可以写成这样的东西 至少可以承认那就是最很好聊会我们觉得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做简化 简化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一点 ok 说我可能我现在再讲 呃 这边有钱不能说 我先问说这个东西啊 这4k加油可以写4k减方 有些人在做了他想说 啊 有些人说可以写4k减方 然后这个是k属于 他就写k属于 真正就好了 就不用连那个零啊可以的没问题了 啊一样一样的意思 就是试着倍速简单的 1啊5啊 那些15 9037的都是吗 有些人讲说用mode就可以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写 啊怎样写 啊 这个看不同的人就不要不要留啊 不要理他 啊 这个完全是车外的东西 so啊 我会这样子写了 mode 就是除4等于1 就很余数是1 嗯 随问的 可以打 那点啊 我会回到 ok 当然你要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没问题 不过sbn就掉了 因为看不怕吗 有些老师可能不懂 啊 可以吗 so就是这样子 那明天下个下一节我们可能就 私下再讲话 然后 你也可以尝试去做做看的你要熟一熟的 你尝试说apps来上不起的 为什么切给我少打一个东西 零 没有这样难这个 这个 他的规律没这样难 啊 你也可以试一下你做到零啊 不过你再做这个 做这个 如果你要试试看 这个就很难了 这就很难 少打一个零啊 ok就这样子 so 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有问题给问啊 没问题 的话就到这里 我愿意 觉得 你好 但是 我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你 好 谢谢大家